頂樓地板有修補過的痕跡 就連其中一戶水管都已經完成更新 不過這並不是自然損壞的修繩 而是遭人為拿電鑽可以破壞 你今天樓上給我抵到樓下 今天你換到我樓上 出貨店要抵到你樓下 當個歷史 原來當時住在四樓的謝先生 拿著電鑽到頂樓 除了裝破自家水管 還直接穿透地板 導致有人打開開關 水就會從破洞流進五樓市內 這起鄰居訪目的糾紛 就發生在高雄市區 一處老舊的五層樓公寓 而且已經延續了十多年 原來當年四樓的謝姓男子 浴室漏水 花了七萬多元修繩後 希望分攤鑑定費用 卻遭五樓的張姓男子拒絕 沒想到提告後 原本一審判五樓要負擔四千元 但二審卻認為 已盡相當注意 因此判免賠定驗 也讓謝姓男子耿耿於懷 只換了不到一分鐘 電鑽就在水泥地面 鑽出了五公分深的洞 顯現得出來力道有多強 可以看到電鑽換了鑽頭 可以輕而易舉 將水泥地面鑽透 因此就算謝姓男子辯稱 他只是要鑽破自家水管 而律師也緩假 這是過失行為非故意 但檢方仍認定他沒有水電專長 而且曾嗆說 要讓對方常常滴水的滋味 屬於計畫性犯案 因此仍以毀損罪 將他起訴 雖然雙方一開始 曾試圖透過司法解決 不過無法兩方都獲得滿意 沒想到這下子 不但再度回到司法體系 也讓十幾年的鄰居關係 一 持續緊繃 TVBS新聞林一般何一信 高雄報導